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首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现在大数据显示了,很多老年人,甚至是年轻人,身体里的湿气特别的严重, 甚至换上了通风、推脚痛的问题。 这些看似不接眼的问题,不及时的治疗去处理,慢慢会拖成大病的。 最后导致无法正常的行走,无法生活。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茶饮,老中心喝了一辈子的。 坚持喝,去湿排毒,打通全身的经络,推脚不通了,身体越来越强壮, 比小伙的身体还要硬了。 我们先准备适量的菊花。 菊花具有疏散风热,平易甘阳,清干明目, 清热就有的功效。 临床常用来治疗风热感冒,有疏散肺经,风热的作用。 能清干热,平肝阳,所以还要用来治疗肝阳上抗引起的头痛, 眩晕等病症。 菊花入肝颈,既能疏散肝阳的风热,又能清干热, 所以临床上还能用来治疗肝阳风热, 或者是肝火上导致的目视肿痛。 并且菊花有清热就有的作用, 所以也用于治疗、挫疮肿毒。 经常用菊花、金银花、甘草等药物同用, 可以达到清热解毒、消散与肿的功效。 癌液本身能够去除身体内的吃气, 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起到温馨止血, 散寒止痛的凉效。 对我们身体的艺术还是很多的啊。 还可以去湿止咬。 菊花搭配埃叶泡水喝, 具有很强的健康作用, 可改善温气, 有助于身体健康的恢复。 菊花的味道特别的清淡爽口,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多喝一些菊花茶水, 能够清热解毒。 由于老年朋友们多喝一些菊花茶, 还能够缓解失望模糊, 眼睛不舒服, 头晕目现的症状。 再准备一片橙皮。 橙皮与菊花泡水, 最有健脾和味, 理气调中, 渗水沥湿, 年薪安神, 化痰的功效。 可用于治疗, 胸隔满闷, 腹胀腹痛, 食欲不振, 呕吐, 咳嗽痰多, 小便不利, 水肿, 谢谢, 失眠健忘, 心悸不安, 已经白灼等等。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了, 橙皮中的某些成分具有促进消化液的分泌, 排除管道内机器, 改善小肠消化功能的作用, 且作用比较和缓, 以调理为主, 并且, 橙皮中的某些成分, 还有去痰, 平喘, 抗炎, 抗氧化, 凝血, 预防动脉中央阴化等作用。 腹磷中的某些成分, 则具有利尿, 促进消化, 抗癌, 增强免力的作用。 橙皮不光可以药用, 还可以作为食用的。 日常生活中, 我们炖肉的时候, 放一颗橙皮, 具有特别好的脆弱增弦的效果。 或者是有晕车的人, 我们可以用橘子皮来缓解的, 放到鼻子上嗅一嗅, 很好地缓解晕车的感觉, 这样会使我们的心情特别舒畅, 很舒服。 再来准备一把黄旗, 黄旗与单身搭配, 具有益气活血, 补气血, 使体内气血充盈, 血脉通畅, 利尿消耗的功效。 黄旗与单身都属于中药材的, 黄旗具有补气固表, 通过补气来顽固基表, 利尿生机的功效, 可用于气虚乏力, 酒蟹脱缸等病症。 黄旗具有特别好的滋补作用, 平时我们可以泡一些菊花茶来喝, 都是很好的, 具有很好的补气腰血的功效。 单身里面含有特别丰富的营养物质, 比如单身素, 维生素以及R茶酸, 能够提高免疫系统。 单身属于人生的一种营养比较高的食物, 能够辅助治疗, 以及肠后腹痛的疼痛, 具有消肿以及症痛的功效。 同时也可以改善静耗, 以及心肌失眠的症状, 特别适合更年轻的女性朋友们使用的, 并且喝单身茶, 能够增加抢心肌的收缩力。 改善静耗的功能, 并不会增加心肌的耗氧量, 既有扩张冠状动脉的功效, 增加了心肌的血流量, 扩张了外周血管, 所以单身的营养价是比较高的。 一场生活中, 我们可以多服用一些单身泡水。 下面把我们准备好的所有食材加入清水洗干净, 我们多淘洗两遍, 入口的东西一定要洗干净的, 这样吃着更加的放心。 洗好之后倒入养生糊中, 加入1000毫升的清水。 中小火焖煮20分钟, 小火慢煮, 更能煮出身材的香味还有作用的。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 独手前进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煮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喝啦。 如果喜欢喝甜的, 可以加入两颗冰糖。 冰糖具有特别好的清热解毒。 如果我们嗓子不舒服, 可以喝一点冰糖泡茶, 对我们嗓子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这道茶喝起来口感比较清淡, 很好喝的。 这道茶我们可以经常地喝一喝, 去除睡眠的湿气, 毒素, 垃圾。 前时喝上一段时间后, 你会慢慢地发现, 肚子小了一大圈, 因为身孕的湿气没有了, 所以肚子也会小。 而且身体变得特别地轻盈, 推药也不通啦, 药也不酸啦, 并且睡眠特别地好, 药睡到天亮, 夜里也不起夜啦。 而且能够达成全身的经络, 使我们的身体特别地健壮。 喝上一段时间后, 身体比较获得还要强壮, 还要有力气呢。 如果喜欢喝茶的朋友们可以手挡起来试一试。 好, 家人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 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养生知识和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